为了欢庆欧德集团百月计划 百月五十幸福磐石心理纯碑 以及同富国中 存存国小幸福图书室 崭新启用 同富国中以及存存国小学生 分别以青春活力的布农族舞蹈 以及直笛合奏迎兵 精彩表演 获得满堂客彩 副县长王瑞德指出 阅读能带给孩子不同事业 影响孩子一生 南东县最近在县府团队的努力下 成为全国第一个 获得教育部认证的学习型城市 未来一定会更努力 打造更好的教育环境 今天代表许舒娃县长来成城国小 就是水里乡的成城国小 我们很感谢欧德家具公司 来建设给我们水里乡的成城国小 以及心理乡的同富国中 这个幸福图书市 这样的一个绿建材去把它改善建制的 一个完善的图书的环境 那这个可以让我们的学生 有更好的环境 吸引他们去阅读 阅读增进知识就是我们发展进步的动力 也是提升学生的竞争力 以及追求梦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 那我们很感谢我们欧德公司 它以建制100所 至少100所的幸福图书市为目标 那我们今年到了第49、50所 那在南投县的成城国小跟同富国中 那可以说是这个白月五十 这个幸福的磐石 那所以对我们南投县创造 进展到移居城市来说 是有很大的帮助 特别是许县长 特别重视在领头发展之外 我们希望前临移居 那这个预程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从小朋友从出生 一直到他进入社会之前 整个的教育的过程的促进 还有提升 欧德集团陈董事长指出 公司从2005年起 成立百月公益计划 将客户的每笔消费金额 提拨千分之二作为供应基金 投入提升孩子们阅读教育 携手学校以及县府 为偏乡学校打造环保绿建筑的幸福图书市 在2005年的时候 我们欧德启用了百月幸福百月计划 那今年刚好是2023年 我们是迈向第50所 那百月阅读越幸福 我们虽然做了一半 另外的50所 我相信我们会坚持的走下去 等到百月幸福百月计划完成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会有 让更多偏乡的小朋友 享受到阅读的幸福 每支援是有限的 那每个县市政府的教育处 都会来跟我们 努力的争取跟协商 那这次我觉得是一切都是缘分 因为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 就在南投 有了两所的百月幸福计划 那今年的第49跟50 又回到了南投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缘分 我相信未来的第50 第60 第100 一定还会有 满头县的幸福百月计划 陈董事长说 这项百月计划 持续与环保绿建材 捐助偏乡学校建制图书室 提供学童健康无读 阅读环境 并已在台湾完成100所学校 捐助为使命 今年第二度与南投县政府合作 同时完成第49 50所幸福图书室 相信之后的第60所 第80所都还有机会 再继续提供南投县偏乡小校 更优势的阅读环境 记者水明志 南都市采访报道